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 去整我 因为I told the truth 我说真相 28年做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被侮辱 这个叫侮辱 被欺负 舍命又搭钱的李文 却遭到了中国好声音的欺辱 8月17日 有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投稿 发布了一段李文痛哭斥责中国好声音的录音 时常有9分多钟 李文的声音是嘶哑的 情绪是愤怒的 网友们十分关注该节目的回应 然而他在声明中却声称 该录音是恶意剪辑而成 否认录音的真实性 为了证明李文的控诉是真的 有网友放出了李文 在中国好声音录制期间 与节目组起争执的视频 直接证实李文的哭诉的内容是真的 有问题请他们把我抬走 我现在要暂时坐在这里冷静一下 OK 他们有问题 找人来把我抬走好吗 以表明不再回应此事的中国好声音 当下最希望的是 这波争议赶快过去 然而又有网友发现 李文被中国好声音给除名了 在某平台中国好声音2022的简介当中 廖昌勇 李克勤 梁静如 李荣浩 等四位导师均在简介中 唯独没有了李文 这再次令人心寒 在自己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 都要跑去参加节目的录制 为了就是对他那一群热爱音乐的学员们负责 因为好声音我喜欢这个节目 我因为真的是爱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充满希望 爱音乐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是爱音乐 我牺牲自己无所谓 是的 我一命都不要 我去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我到现在那个contract 多少钱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在乎 我去了就是为了这个节目好 我在想了这些孩子 无辜 突然间没有一个妈妈 我去 我去帮 多少钱我不管 I don't care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这个节目 为了这些孩子 Size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 十天录影之前都说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还不知道Size 过几天之后Size出来了 我说这个有问题 这个不行了 这个不对 我不说 全国都会看见 因为飞哥跟哲鹏的确有人气 他们非常旺 大家都喜欢 所以怎么可能他们走 另外那六个比他们低分的 有机会可以继续争取这个第五个 这不叫不公平吗 那我说出来 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出来吗 李文在质疑节目组的赛制 有问题的时候 还被动手强迫他离开舞台 这个导演的左右手 应该说他两个最close的助理 开始说 你要马上离开 你再不走的话 我们叫保安来 这样子跟一个28年 从来没有听过 有一个人这样子跟我说话 我在站起来 在说 没有 这个女人要动手了 要抓 因为我感觉到 她抓我的衣服 因为我是挡住脸 我是眼睛是鼻子的 我一直哭 她来抓我 把我要拉下来 OK 那去挡 你别碰她 好 好 我马上 睁开眼睛看到 那个画面 如果有人在拍 会看出来 好像 好像是 我们动手 我们没有 那只是在保护 因为那个女的在动手 这个你们不知道吧 也相信没有人告诉你们 这个就是真相 第二次去录影的时候 这个是真相 我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有问题请他们把我抬走 我现在要暂时坐在这里冷静一下 OK 他们有问题 找人来把我抬走 好吗 难怪当时李温这么生气 好生意一次转胜50万 你在台上唱的再好 也敌不过客金大牢 你们最低分的73 我的88.3的不可以 你找一个人解释给我听 这个游戏规则 当然你们会所有都剪掉 当然你们什么都会剪掉了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当然都会剪掉 我当然知道 这个价值不公平 李温组的学员88.3分 却惨遭淘汰 而梁静游组的WIP73分 居然还有第二次机会 这样眼睛里融不得沙子李温 直接大声质问导演 大家都在看 为什么 88.3的没有第二次机会 然后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不知道吗 你不说 所有人都会说 像硬刚资本的举动 惯来的却是节目组的威胁 如果想要留下这里的学员 就必须要发一条和解的微博 平息风波 好 那一天开始就播出 最后问题出了 为什么飞哥这样子 是不公道 全国支持我 98%都支持我 好 我也不太说话 隔天 他们必须要 鼻子要 再次要改 是因为全国 全中国都在说这个事情 OK 可是呢 他们给我一个 threaten me 威胁我 好 你要飞哥 有机会可以 争取 这个第五个位置 要再这个 回来这个舞台唱歌 你必须要写这个微博 必须 我知道他就没有机会 在这样子这个舞台上 回来再唱一次 这样威胁我 因为我一直想着 他们改是应该的 全国人民都在说 这个不公道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和错 我们聪明的 我们都理智的 我们的耳朵 不是盲目的 这样威胁我 我当然是 护着我的学员 为了他 我委屈 我觉得他们改是应该的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微博 他们的错 为什么我要去补救 No What 你们说服我 我必须要写 OK 好 我去写这个微博 所以飞哥有机会 在这个舞台上 再一次发挥 让大家看到 他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值得 留在这个舞台 我委屈 我把这个 吞下去了 我很委屈的 就把他post了 在节目上 为了舞台效果 他穿上七寸高的高跟鞋 忍着腿伤 想想旁边的学员 扶他一把的时候 节目组却直接Q走了那位学员 然后他一个人摔在了舞台上 导致他从此后都告别了跳舞 10月14号 好幸运的最后一天 录影 我们之前11号已经采盘了 我也跟哲鸿说了 我的腿 不摔好 受伤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边 你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我旁边 因为我自己撑不了这么久 因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轮影 已经说好了 我们也把这个X光也给了导演主义 给了导演 他们都说答应没问题 真正的录影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把哲鸿Q走了 走到另外一边 不站在我的旁边 我站不完 我没有办法撑 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 为了漂亮 为了这个节目好看 自己花钱去买衣服 最漂亮的衣服 好吗 Runway Runway show 为了都是这个节目 他把这本Q走了 我站不住 我这一段 好 我其实站在那一段 我的站不稳 好 最后把他Q走了 我站不住 站不住 我站得不行 你们那一天 只是回路了 电视台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吗 28年做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 别人侮辱 这个叫侮辱 被欺负 有人在乎这个感受吗 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子吃亏 我的妈呀 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的 好像上天逼我 因为我最会能熬 我最要我是最拼的 我拼 命都不要我拼 为了别人不是为自己 好 现在上天逼我 我不能了 我现在跳舞都不可以 跳舞是让我最快乐的 我不可以 好 你们现在知道我的故事了吗 在整个音频中 李文基本上都是哭着说的 撕心裂肺 歇斯底里 真不知道当时 他是有多么委屈和崩溃 作为一个天后级别的歌手 竟然也会受到如此 非人的待遇 还能是无限的心